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 今天上午是召开了党团大会 不过王津平他一到床 迁到的时候是被发现 后脑勺有一个伤口有流血痕迹 还沾到了白衬衫衣领 他迁到之后就赶快到了 立法院的医务室包扎伤口 王津平说因为早上在浴室 撞到毛巾架 进来立法院之前是简单处理过了 立法院长苏嘉全也 随即到了医务室了解情况 要王津平为国珍重 拨保险起见 王津平受访之后就先坐车离开 到台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